欢迎收看老炮定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关于对机器人的畅想的短片 一切顺利 小宅正在家中看天使 十分投入 突然门铃响了 小宅连忙跑去开门 门外放着一个硕大的快递 小宅眉飞色舞地将快递搬回了屋 小心翼地将快递拆开 打开后一堆粉色的泡沫上 竟然出现了一张和小宅一模一样的脸 但小宅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害怕 原来这是小宅定高的代替机器人 他不仅拥有和小宅一样的外表 甚至拥有小宅的记忆和能力 有了这个机器人 小宅便可以让他代替自己做一切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而小宅让机器人做的事情 便是参加自己不想参加的派对 还得假装喝醉 机器人出门后 小宅继续专注看着电视 隔天是上班日子 小宅睁开双眼 但他还想睡会儿懒觉 不想上班 突然他看见了机器人 于是他再次摆脱机器人 去替自己上班 机器人欣然前往 有个机器人真好 可以解决自己不想面对的一切 小宅继续躺在床上 睡起了回笼觉 这天小宅在家里玩平板 机器人带他出门了 小宅接到老板电话 对方希望机器人 能继续替小宅上班 日子就这样过着 小宅愈家颓废 在家补修蝙蝠 甚至平板掉在地上 也懒得起身茧 容光焕发的机器人 为他捡起平板 并询问他 今晚的要参加的是谁的 生日排队 小宅头也不抬的说 是自己的 机器人略微吃惊 询问他是否要自己参加 但小宅却满脸的默不关心 机器人见状 心领神会的离开了 二后 小宅家的门铃响了 小宅打开门后 惊讶的发现 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 他满脸不屑的让前男友离开 但前男友看见他时 也是满脸嫌弃 对方表明 自己是来找机器人约会的 得知前男友在与自己的 代替机器人谈恋爱 这瞬间让小宅恼火 他愤怒地赶走了前男友 深夜 机器人参加排队回来了 他正打算向小宅 回报自己参加排队的过程 但小宅打断了他 小宅询问机器人 是否在和自己的前男友约会 机器人十分坦白 他说自己的确在和男友约会 男友十分好 但自己在他身上 找不到真实的感觉 他没让自己笑过 小宅望着机器人的神情 若有所思 原来机器人只有人的记忆 却没有人的感情 他将本来要说出口的责问 囤进了肚子里 他询问机器人 是否要和自己看会儿片子 机器人愉快同意了 两人一起熬夜看了整夜的电视 隔天 门铃再次想起 小宅下意识地看向机器人 机器人表示 自己订购了机器人版的机器人 短片 至此结束 如果你拥有一个机器人 能够代替自己参加烦人的聚会 无聊的工作 那想想好像是很不错 可是如果当你能做的一切都被取代了 那生活中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意义 那你会选择去购买这样的机器人吗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